42 块 42 块 这些是什么部位 我都不懂看 来来来来 大家去试一下 我喜欢吃公的 都是公 公可以的 这个虾加工费20 元 然后买了45 元 而且有些仍有高 不过这一只 就可能未有高 让我试一下 好 Hello 各位观众 今天的影片 我们继续留在佛山 严格来说 这个地方不算佛山 是属于南海的 在我面前就是 业民纪念馆 这个纪念馆是全免费的 何时都可以进去 但是呢 因为跟其他博物馆一样 星期一闭馆 这里一进来就看到有两个 木人庄 至于我呢 当然是不懂的 木人庄 再来 原先我们以为这个博物馆肯定很小 在这些附近的地方 附近完全不像有博物馆的地方 来到门口 原来不是的 停车很方便 里面也有其他客人 其他参观者 一日到来就有这个 业民的同胀 一代中士 不过呢 很多 纪念品呢 上面都是复制品来的 比如面前这个 业民诗章 以及一些业民的手绩 笔记本 我估计它应该是 用彩虚呼印机 或者其他的一些 记录下 元件呢 就放在其他地方的 南海罗村 联星 叶文1893-1972 又名叶继文 重点是这个 南海罗村 网站 秋线 鉄道 南海罗村 南海罗村 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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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星 南海 简进 冬星 铆星 葉問國術總會第二屆董事會成員 還有當時葉問的一些通行證 葉問省港通行證 不過當然了,都是複製品 還有這張厲害,這張是舊的香港身份證 不見他們在學校 接下來這部份就說了,詠春權在香港的發展 我講了很多,例如詠春業政體育會 香港盧德安、香港河姬 都是在詠春在香港開枝散業 這裡還放了很多雜誌 除了我們唐人,連詠春之外 這裡還有很多外國人、黑人、白人都有 我們輕輕看葉問紀念館 其實這個紀念館真是純粹我們老過的 重點是後面那部份 我們現在去買海鮮、吃海鮮 就在旁邊而已 原先我們以為只是水產 想不到原來像青鵝市場那樣 連複食品、調味料都有 在我左手邊就是魚檔 左手邊是魚檔 開車我們在附近繞一下 因為這個時數 3時半就沒理由這麼早買海鮮 很喜歡吃 大到沒有買 差不多是青鵝市場 差不多是青鵝市場的格局 這裡有雪花肥牛 雪花牛肉 也有牛肉檔 拿著車子兜一下 夠了熱 夠了熱 原來我們來這裡看到 還有很多那些 平時我們買早上蒸包 這裡都可以拿貨 這個叫何海鮮 應該是運肉的 前面是賣豬肉的 但是這裡的中數應該是收了檔 是收了檔 而且就算未收檔 也不會這個中數買了 這麼詭異 嗯 多大個豬檔 全部都是豬檔 全部都是豬檔 全部都寫著沒有豬檔 即是豬那 早上才有 上邊寫著 這些不適合 價錢不適合 是兆關 豬肉 旁邊有四匯 真的有什麼褲 一件一件就拿了 我們現在想去買牛肉 不過又要數碼 跟豬肉不一樣 牛肉檔 雖然沒有凌晨這麼熱鬧 但其實也有 左邊這裡還有幾檔 一條一條 掛著在這裡 又寄黃牛肉 不知道我們會不會買些 讓老婆去看看 42塊 42塊 這裏是什麼部位 我都不會看 看上去好像很漂亮 還有牛展 43塊 一條就新鮮 這條漂亮 這條打窩 正 幫我們切些 可以嗎 這條是什麼部位 牛柳 我全部都不懂 牛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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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袋就是我們買了牛肉 花了82元 兩大塊 師傅就像一重手 你看中間那些肥膏 一層一層的 回去煮 咦 有時間吃了 又發現漂亮的 這些牛腩 碎腩 碎腩 哦 隔壁 隔壁 隔壁的是什麼 那是牛腸 哦 弄牛柳 對嗎 老婆走了 我已經問了 他念念不忘 是要買牛腩 牛腩 牛腩 又可以等待 煮起來又耐吃 不知道他能否選擇好東西 他選擇好東西 我就去付錢 我選擇什麼部位 牛腩 匡腩 匡腩 匡腩也有 35 匡 35 匡腩 讓我買些 乖 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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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們叫車款 車款 車款 但老婆 和市場的比 車款 都不太一回事 便宜了 起碼20元 他看見 車款 車款 没有阔落得那么浇关 但一样是可以开车进来的 还有羊肉卖 不过现在天气这么热 吃羊肉好的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听说过韩国人 到了夏天 他们说天气热 我们要吃一些人心 原来真的有人吃羊肉 我们就是了 羊排25元斤 这个腿不要这个 这个是18分 这不一样 18分 18分 鸡中翼 鸡泉翼 鸡泉翼 鸡泉翼是11分 对 上次是平一点 比市场 那里是市场 1,4,6,9 整条 不过它是不是溶雪 哈哈哈 就要这一块 接下来我们就去到海鲜区域 正啊 我们是想这样的 我们问一下这些当店的老板 在附近哪里有加工 有我们就去加工 没有我们就不要买那么多 找个海鲜大牌当吃饭 一来就是贝类了 10元 大尾贝 罗斯虾爆高 鲍鱼 10元4只 大鲍鱼 9元 大莲包 河虾 罗斯虾爆高 正啊 大花夹 18元斤 一进来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贝类 走进去 应该会有更多不同的选择 哈哈 这个就是罗斯虾35元斤 都可以 多漂亮啊 35元斤 这种呢 这种呢 40元 这边就是40元 这种30元 这种30元 都抵直啦 但是老板说 又要再觉得很小 老板要4斤 哈哈 老板啊 这里呢 有没有可以说海鲜加工 附近哪里有的 有没有加工 加工 即是我买了你的海鲜 我去餐厅加工 有没有的 有啊 在哪个位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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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有啦 在那边有啦 在那边就有啦 不是走很远的 都好啊 请跟我们去加工 没有啊 拿花夹自己煮 这几只有工的 又跳出来了 几个生猛 嗯 好 我们又问过那些 卖水产卖虾的老板 他当然知道 哪有人在加工 是吗 甚至乎呢 刚才呢 我已经找到一些海鲜大排档了 买了 我们再过去加工 这个是什么鱼啊 老虎斑劲啊 43元一斤 多宝鱼 33元一斤 这斤鱼 35元 35元 我们去过这么多海鲜市场 有西朗 有青河 这些地方都可以热闹 但是不过相比之下 这地方没有那么奇怪 就真的 就真的 但是如果说人多 这里都不少 鲍鱼 咦 生蠔 这种是开了68元 这个是100元 35个 甚至乎熔虾也有 98元一只 那些生蠔 看来都不太便宜 和我们去西朗市场比 西朗市场是20元一大袋 西朗都在那里 西朗都在那里拿的吗 哦 卖鞋 卖鞋 美的鞋 65元一斤 60多元 看看这个 这是大花鞋 35元一斤 要不要买那些 三点鞋 而已 45元一斤 正 虽然体积力不算大 但这些品种就漂亮了 还有什么? 奶尿虾爆糕$95 刚才老婆跟我说 西朗市场都在这里拿货 这么交关吗? 对吗? 这些是平价的食物 10元3只 花甲黄也是10元 这些是值得吃的 里面有花甲 哇,惨! 再来,青龙$95 这个大小小$820 这种最大$107 现在红蝦便宜也太多 老婆选选选选选 我只顾着看青龙 看看它选选选选选选 这个是什么? 大闸蟹 100元鸡 28元 28元 这些蝦很漂亮 刚才我们看到 买贵了 里面才便宜 不要紧 我们多买一些 混淡 哈哈 再来,还有九折蝦 不过买了蝦 没必要再九折了 菜又有得买 不过就不买了 通菜现在很多上市 还有紫苏叶 这边蝦已经过了 背贝浓 这边就是卖淡水鱼 这个是什么? 黄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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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还有什么? 里面有汤鱼 顶承着我们一半的作风 都是吃经济实惠的 这个是什么? 800元 好像差点 包高 15元 刚才看到那些 25元 3碗 这个是35元 三眼的 全部都是35元 哇! 足够多的蝦 而且水草不是绑到45元 足够多 足够便宜 全部都是蟹 这里全部都是鲍鱼 可惜我们的鲍鱼 真是一样 例如像这种 上次吃过几次 我都不记得 这些卖12元 多大 再来还有蠔 看一看 4元 已经这么大 4元 已经这么大 不知道会不会选择 先看那边去哪 哦 原来他们是去找生蠔 这些素质是每次的 我们去西朗市场 那一座山 都放在这边 两个半仅一只 如果你买50只只只只只值100元 那他们的生蠔 就一袖一袖 在台山、斩光等地找过来 老板便开了 虽然这里的环境 真的很一般 但是真的很便宜 全部都是成行成市 你刚才说什么 我知生行都是一个区域 清河市场就两档 虽然大 虽然大 但是只有两档 我们走到不知去了哪 竟然连干货都有卖 花菇 全部明白 实价 美花菇 好像鲍鱼那样大 65元 公圆柱 70元 这只漂亮 漂亮吗 多干净 接下来这个环节 我们也不算轻轻看过 大部分看过了 出手再买 蟹和生蚝 买完就去加工 这里都可以 10多元 不过我们吃过更便宜的生蚝 所以这些就感觉上不太便宜 我们又回来这档了 选择多几只 还是怎样 我喜欢吃工的 都是工 工可以的 要移动 要移动 要移动就可以了 移动也无所谓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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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移动 要移动 一斤 花了40元 又找 再来看看 有没有 漂亮的生蚝 就差不多了 如果没有 就可能未必买 15元 这只不是那种 这只不是海 但是15元 对面 有当买生蚝 不知 不知 老婆看不看得对 她在看这些花甲 十多元 百倍 百倍未必来到这里吃 因为加工也是要钱 你买太便宜 6元 到时加工 15元 这样就不值得吃 超级超级多人 我们都满载而归 花了不少钱 现在就去找食物 早上吃过早餐 大家都记得 上一集影片的时候 其实我们中午是没有吃午餐 虽然说早餐吃得晚 现在都肚子饿了 去找食物 那个食饭的地方 叫金白洛 好 终于等到5点钟了 我们等到这个餐厅开门 叫做金白洛 哇 都有很多食物 我们会点多一味菜 究竟是煮食炒粉炒面 还是什么 看看再说 挺过瘾 28元 大罗菲子生 淡水 我们不敢吃 罗豉虾子生 三文鱼 拌起 多少配料 88元 不如只有两个人 没理由 珍珠蚝 多春鱼 豪仔 蛋 都有 体验市场 是真的 但是海鲜也便宜 是 如果我们吃 好像刚才我们那种便宜的海鲜 二十多三十元斤那些 在那里买 过来加工 还可以四十多元那些 但是如果百费 你没理由去那里买18元 加20元 38元 别人这里 只是18元 所以最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在对面 买一些稍为中上水平 70-80元斤那些 过来这里加工 九折虾 这就最便宜的了 至于那些白贝 花贝 快来这里买就最好 这里还要精线贝 28元 买一打 送半打 再来还有 很多小菜都是不错 我们都很喜欢 只不过没有理由 点完之后 只是打包 凉瓜茨是最特别 烧肉48元 贵一点 烧鸡40元 煎羊尖椒 30元 羊羊也很吸引 那我就慢慢等食物吃 因为天气太热 买了一杯这些饮料 还免费提供小食 我们每次用点 这个免费 免费的 我们用点味 这个是姜萝卜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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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平时的酒楼 那些 5元一碟 对呀 都要的 再来看这个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还有一些花生 但花生还没有开 开吧 开吧 少少 应该可以的 拿少少 免费 这个也不便宜 如果是平时酒楼 便是5元一碟 对呀 这样吧 不够再拿了 对呀 这样吧 这里是免费的 把它吸收好 OK 好 试试点 这个是 醃萝卜 嗯 其实刚才拿出来 我已经闻到很香 很香 好脏口 这个虾呢 加工费20元 然后呢 买了45元 买贵了 后期见到20元 不要管它 最重要是吃得开心 这里是更松一点 它好像说 是 更松一点 它是说 是 是 哇 都ok新鲜 其实 已经在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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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了一段时间 十多分钟 等了半个小时 对呀 等了半个小时 而且 一来我的手车 最主要是这里的原因 这里的路 明明你看着 在对面马路 银过来 真是很惊险的 不懂路 但我们不懂路 又不是居民 如果是 应该知道哪条路 会好走些 收错了几次路 幸好不趕时间 再说些虾 记起身 肉 看着它 很爽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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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爽 螺丝虾 是我最喜欢吃的虾 肉是最爽的 肉是最爽的 没有虾味 但是 有几个 所谓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头很大 虾身很小 但是大家看看这里 我们买这种 它的头不算很大 是什么叫海鲜 但是它的身体 其实是够大的 是吧 大家看看 如果有些螺丝虾 它的身体 在这里 好像静静静静静 好像变得 营养不良 虽然我们就说 买贵了 但是其实这种虾 这一款螺丝虾 挺大肉的 而且有些还有高 不过这一款 就可能未有高 让我试一下 咬在口里面 不会有那种 雪藏虾 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 选一种 选一种好的虾 这种 像不像九只虾 其实不是九只虾 不知道这种有没有高 刚才给老婆吃了些有高 九只虾 刚才看见 九只虾 五十 四十八 四十八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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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很远 再看一看 很漂亮 第二个送上来的就是 炒三点蟹 三点蟹 不知五只还是四只 我忘记了 总之一斤 是花了三十九元 买回来的 老实实 这种蟹不算很大 但是都可以实用 像这个 是否也有少少高 然后再看看蟹盖 我隐约见到 也有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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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次我们去南铺大牌当 多个那种品种 价钱都不一样 不能作比较 看看 是吧 OK多高 趁新鲜热 先试一下蟹盖 这种东西 我们年加工费 总共花了六十多元 嗯 是的 姜葱炒 加了少少洋葱 又挺过瘾 有打烟 没有酒油 其实我不喜欢酒油 是的 我不喜欢酒油 老实实 酒油有酒油好的 不要说别人说不好 酒油的肉汁可以锁在外面 所以还是不吃完 但是感觉上是吃不到原汁原味 对 我老爸煮好像会锁油 我都不很记得了 它是锁油特行很好吃 再来试一试 蟹盖 嗯 吃了两个蟹肝,就试试蟹脚 当然选最好的一块来吃 这块很漂亮 不是,这块很漂亮 因为今天跟老婆来吃,喜欢怎么玩 所以夹哪一块就夹哪一块 就像上次我们的大排档那样 它是将蟹鉗和蟹脚放在一起 因为蟹比较小 非常非常鲜味 又是一锁锁肉 我都没有办法形容得到很漂亮的蟹 因为一锁锁肉,里面没有水 还有还有一个蟹钢 硬了一点,硬了一点 真的没有其他 其他非常好 几千斤的话,开价是三十多元斤 还要如果没有记错 进去的时候好像是写35 出来看到39,还是倒转了 我已经忘记了 等我回去看剪片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现在真的忘记了 真不记得 海鲜的,走了一圈又不同 是的,硬了一点,写着你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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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这个不是蒜头 这个一咬下去,好吃 我不阻止它吃了 我继续吃一下钳 看看钳难不难切 可以的,像我们上次去莲花山 买到那些 上次南蒲岛是硬一点的 对,南蒲岛是没有那么漂亮的 是真的 但是这里,看看壳 是新鲜的 是吧?一撕就开了 只是追求这种状态 一来又容易吃一点 二来又没有那么重称 我吃姜葱蟹 其实有这样的爱好 我喜欢吃里面的葱 那些葱是会有海鲜的鲜味 看一看,鱼蓉粥 有螺的 还有螺的 是吧? 螺肉 还有一些花生 有颶丝 不过,我们先探读一下再吃 探读一下 探读一下 有花生 隐约看到,还有一些螺肉 螺肉就不算很大粒 但是明明我们是要鱼蓉粥 为什么它给螺肉我们呢? 还有一些芋头 好呢 别人比得多 你这些东西都不可以 好,那本粥就放在这里 探读一下 我就继续吃虾 吃完虾了 再吃粥 再和大家慢慢聊 最后卖尾,就吃个好粥 刚才说过 有螺肉 有芋头 有乳蓉 有花生 乳蓉反而好像少些 不过不是 因为乳蓉是白色的 煮完之后会融进去 淡淡都是鱼 有少量的薑丝 先试一试 老婆说很满意 淡淡都是鱼蓉 嗯 好 好 好有中秋 对,好有中秋 你说对了 好像 还有过半月就8月15 现在就开始中秋节 的食物 通常 8月15日前后 才会吃螺肉粥 但是想不到现在也有 还有 还有 他们配了一盒 一盒这样的 一盒 其实按道理应该是 点鱼 但是我又夹不到整件鱼 你看 是有很浓的鱼味 试一试 醋 是豉油 这个没什么特别 有很浓的鱼味 每一口都吃到鱼蓉的味 又是前几天影片跟大家说过 先过的 但是 就不算是很腥的那种 挺好吃 完全没有味精 因为 鱼已经够鲜 你再下味精 是没有必要的 那我快快出去吃了 不知道有没有打包 还有很多 还有虾 还有很多 鱼粥 一人拔了一碗 还有很多 蟹 哎 至于这个餐厅 其实交通方便 对面就是刚才我们去海鲜批发市场 就在对面过来 如果步行 其实反而好过坐车 因为在这个方向过去 是有人行天桥 驾车就非常烦 刚刚我们看手机电话的APP 对面又出生了少少的交通事故 可以的话最好不要驾车 我们最终埋单 这一部分是给餐厅的 97元 加工费是40元 收了我们两斤 即是500克 500克 20元 再是溶足38各种 加起来 几粒粒粒 汽水 97元 至于海鲜 这部分 我们吃剩了一点 我很喜欢这个 至于 虾和炒花蟹 我们花了39元 加45元 即是80元 吃剩一点 拿回家 给女儿试一下 至于粥也是 你看 还有这么多 打包 留下明早我早餐吃 好了 我们就 现在要开车回广州了 各位观众 下集见了 拜拜 我们正准备走 刚才有部长跟我们说 因为我们听得不明白 同样是鱼蓉粥 同样一样价钱 他就问我 究竟要笋 还是芋头 原来就是笋 当然还有这个 海幻刺身 99元 9毫91条 很多食 还有 总之很多材料 又有炒粉 又有 头尾泥 滚粥 够了很多材料 所以我们就不走高速了 塞得很厉害 对吧 方圈方向 不要测试了 对呀 不要测试了 慢慢加上海八路 一路过去就是方圈 这样塞 不用钱也不要测试 镜头 这应该是贵城 贵城 应该是怪我 前面这些炸楼 我不知道 应该是 差不多是方圈 大概是 你住了多少人 而且这些绝大部份都是广州 对呀 很多都是广州的 有些朋友聊天 南海那些 给你们这些广州人 炒贵了 只要走回广州 转油去归城 走到无奈 我们又来到花鸟御虫市场 其实真的很方便 在我们刚才过来 开了多少年 开了20分钟左右 還要我手持有差勁 繞來繞去 來到這裏 而且這裏是荒村來必經之地 回廣州 不是 你可以走廣伐 可以走廣伐 不過那裏塞到媽媽也不能 媽媽也好塞 現在高速更加害怕 10 半小時才能上高速 這裏是繞遠一點 但這條路就這麼爽 我不想忘記 Abi 還是賣花 花來吧 這裏是繞車的 這裏是繞車的 這裏是繞魚的 這裏有很多花圈 有繞車的繞車